所以這一次呢 1.6兆台幣的資金 換算人民幣 3600億人民幣的資金 要培訓6000名軍隊人才 因為他有一筆預算 10億元的預算 放在軍備上面 創造100個就業機會 曾經習近平這麼說 凡是答應非洲兄弟的事 就會盡心盡力辦好 飛鐵飛鐵 接下來不是口號了 好 這個我要請教帥將軍了 沒想到非洲的國防部長 很多是來自中國受訓 陸軍官校成為非洲將軍搖籃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次剛提到的 10億元人民幣無償軍事援助給非洲 然後呢 根據這施德格爾摩的數據顯示 2019到2023 最近幾年 至少21個薩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 接受了中國武器的大規模交付 這一題我們等一下也會談 好 接下來中國石家莊的陸軍指揮學院 成為不少非洲將軍的母校 被稱為非洲將軍搖籃 中國各級軍校畢業生當中 出了8位非洲國防部長 華府智庫自己也知道 他說中國非洲軍事合作升級 西方的反應為時已晚 帥將軍 首先講這個軍事上的問題 在石家莊開這麼大一個軍事院校 非洲受訓的人很多 那這個目的在哪裡呢 你想美國不是搞個美國參大嗎 我去念 他也有一百多個外國學生 他為什麼要造外國學生 因為有的像李光耀人類獨安 獨安回去當新加坡總理 那我班上同學有很多回去 到沙烏地阿拉伯當軍團司令 他就透過這個吸收培養 然後拉上一個關係 那中國最大的非洲不是一樣嗎 石家莊聽說那個學校很大 那真是一口的河北話 你看那邊非洲軍官講話國語很溜的 八個國防部長 你想想看 你在我這邊受訓 學的是中國的戰術戰略 我給你的時候軍事裝備 那跟北約有什麼兩樣 這個非洲 因為非洲有的國家是軍事政變 就變總統的 所以他第一個先抓到你的軍人 要依靠我中國大陸 既給裝備又給訓練 而且還幫你訓練下級幹部 八個國防的 幾百個將領都是 對不對 這是軍事 我們再看 剛剛蔡博士講這個 中國大陸對非洲是一個大戰略 三四年前就開始 大戰略 三四十年前就開始 周恩來那個時候就開始 那個時候他們要進入聯合國 要靠非洲很多票 所以他那個第三世界不結盟 就是那個時候搞起來的 那幾十年前種的種子 現在是叫開花結果 怎麼講開花結果呢 然後非洲沒有一個人不看李小龍的 Bills Lee 那個時候 對不對 現在更多了 追劇追到晚上不睡覺 我回想一下 印證一下 我們從小看西部電影 第七騎兵隊 印第愛人打仗 完全被美國美化了 然後到初中高中 聽美國的熱門音樂 Rock and Roll 你就變成親美派 從文化來影響你 對 這個會影響多大 洛森法王 馬蓋仙 你看我們那個時代 看美劇 天天看的都是好萊塢的電影 你當然變親美 那個說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多少人跑船也跑去 走私也過去 美國夢 美國夢 這個來來來來來台大 去去去去美國 就是這樣搞的 那現在非洲呢 非洲現在街上 商標都是中國 中國招牌 對 手上拿的都是小米手機 華為 華為 然後再看中國劇 對 你想他是親中還是親美 好 第三個 你以為無錫貸款 跟這個 花這麼多錢 中國大陸是傻瓜嗎 不是 13億人口 起碼有九千萬個中產階級 如果鐵路給你打通 基礎建設打通 生意做通 你將來的中產階級 會增加多少 起碼一億多 那有一億多 兩億的中產階級 中國大陸高價產品 能不能銷 對 現在是銷的低價產品 我們養肥了嘛 因為國家經濟發展出來 它就需求不一樣 你窮的時候 燒煤球 騎腳踏車 等你稍微有一點錢摩托車 再有一點錢 電動車 汽車變電動車 汽車電動車 所以這個東西 國家戰略要看得長遠 那中國步這個局部了好久 它這個回收可能等 你看到現在為止 才開始有一點要回收 30年過去了 30年過去 它現在又在下資本 對 你看 產占鐵路要再升級 鐵路不是廣給你蓋 遭受當地的員工 學怎麼開 怎麼修 怎麼弄 對 這些就從技工 就變成中產階級慢慢 對不對 它這個生意做大了 它人才要培養 它現在搞個什麼魯班 訓練班 魯班工房 這個 這個就是能工巧匠的技術 都輸出去 輸出去 你的經濟地位就提升 GDP提升 中國的貿易廠 全部已經控制了 這才是有眼光的經濟戰略 不是殺雞八毛那種小事 它是整個投資下去 這個投資看起來都是虧本的 對 又沒有無息貸款 又零關稅 講老實話 零關稅有什麼缺點 沒缺點 你能賣給中國的東西不多 就是沒有賺嘛 其他沒缺點 你除了能源東西以外 其他沒什麼東西可以賣 對不對 人家買義烏的那些小東西 都到那邊大賣 消費程度有關係 所以這個都精打細算 我覺得這個算盤打得很精 非洲現在 美國文化沒辦法進去 對啊 對不對 我看留在中國大陸那些非洲人 還在給台灣做廣告 順口溜講得好得很 對不對 這個就是幾十年下來的功 對 像台灣一樣 當年受西化的影響 所以這個影響是很長遠 那非洲這一塊控制下來 你美國的圍堵 這一塊你就下不了手 所以南美洲後院失火 非洲呢 美國又進不去 進不去 美國在世界的影響力 開始慢慢的 衰退 衰退了 沒錯 因為有了中國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現在是一次 managers 要進去的 既然會有封面 寧聽 ось 反應 凌明 嚴重